為什麼拒簽保密協定 這資料給了誰 拿了什麼好處 為了什麼利益 不惜出賣國家 他也請國民黨跟總統參選 侯有一項國人說明 黨內究竟還有多少馬文軍們 那大家也很好奇說 黨內還有多少馬文軍們 不過丁宇現在國防外交委員會在開會 對不對 我們已經開了兩個多禮拜了 馬文軍有去嗎 最近不熟 不熟啊 最近沒看到 他不是他不是最喜歡去開會 為什麼他最近都不去開會 也許是媒體策略 他最近有時候有去簽到 但是不登記發言 像今天我也沒有看到他簽到 我媒體好像有看到他來立法院 有簽到 那丁宇我就深入請教你 最近這個路透社有很多很多的報導 那我們把這個時間 鄭浩委把時間整理一下 他說呢 馬文軍二零二二年一月十號 把文件給韓國 然後呢 二零二二年二月十七號 韓國警方向法官申請逮捕 SI公司負責人就普五值 對 然後法官二二八去年二二八同意 接著呢 接著就後面事情 我們大概知道 後來普五值一審是被判緩刑 但是他不服他上訴 好這件事情很有趣 就是說其實我想大家應該知道 就是說韓國政府 韓國政府事前知不知道說 他們有廠商有可能在幫台灣做潛艇 我現在根據的是媒體的報導 不管是路透社或者今天好像瘋傳媒吧 對 也報了一篇 黃曙光警記 我以下是引述媒體報導 就是說以路透社來講 他是根據韓國警察局警示廳的文件 那路透社有本事挖到文件 官方要洩漏給他 那個我們另外再研究 根據那個文件就發現 在2022年的2月17號 他們向韓國地方法院申請逮捕令 逮捕SI公司的Mr Park 其實不只逮捕一個 十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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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逮捕 後來禁管了另外十個 有二十個人 然後呢 二月 二月17號申請 法院要審 要看文書嘛 對 看什麼文書 我為什麼要准你逮捕 對 韓國也是民主國家 我現在去隨便申請 申請我要逮捕中年晃 他要看一下 那中年晃你為什麼要逮捕他 他涉及違反什麼 他們是以洩密 違反他們什麼 國際貿易 有點像我們的敏感科技保護法 他用這個理由要去逮捕他 那他為什麼違反這個 那裡面有提到台灣 你的根據是什麼 我想法院在審查這個 一定要看 有沒有逮捕的正當性 因為這些人是回家 其實那時候是過年 我印象他們是回去過年假 就沒有辦法回來了 二二八準了 準了之後呢 逮捕了這個Mr. Park一行人 他其實關了八個月 關這麼久 他們被羈押了一段時間 他們羈押這麼久 被羈押 然後後來判緩刑 他就不服 那他就帶著妻子的女 現在在台灣了 所以這一趴 如果你對照國民黨一直在講說 沒有啊 馬雲晶給他們資料是一月份 哪有一月份 二月就判決了 其實是亂講 二月沒有判決 二月是申請逮捕令 如果你一月份提供錄音檔 或者USB裡面不只錄音檔 黃真輝講的三千個檔案 那二月十七號 據此根據這個來申請逮捕令 很合理 時間上搭了起來 但要怎麼證明 我們今天要談的是怎麼證明 另外一件事情 在二零二年去年的十一月 KH&T S2&K 這兩家公司 突然間被封掉了 被封場 被封場 理由也是根據資料 顯示他們協助台灣造潛艦 我坦白講 路透社還直接把協出來 說他們做的是魚雷館 魚雷館是很重要的裝備 如果你回頭對照 相關人員曾經說過 如果早兩個月的話 東西就沒有了 台灣潛艦 沒有魚雷館的潛艦 不用造了 就只能當海底觀光船 那如果在對照 我已經看到封傳媒 他報導內容寫的是 黃曙光在那個時候 飛去韓國處理了快一個月 對 好 那這裡面就有一些透露 我是根據媒體報導來分析 如果我們的海軍司令 或者我們的潛艦召集人 可以飛到韓國處理這些事情 還可以飛回來 你覺得韓國的青瓦台 到底知不知道這些人在幫我們 應該知道吧 懂我意思嗎 只是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如果黃曙光這麼敏感的身份 而且要不是一個人去 我看他裡面報導 還有帶著別人去 還有那個郭廠長 柳 柳廠長 柳廠長 帶著去 還待了一個月 你知道一個月 黃曙光是很有效率的人 表示一個月要做很多事情 那這一個月內 是處理了什麼 那牽涉到11月封廠 為什麼我們可以在封廠前兩個月 取得台灣必要的裝備 也許就是黃曙光的功勞 那這一趴是不是機密 當然是機密 所以USB裡面有沒有SI人員的名單 工作日誌的簽名 錄音檔裡面或者提供的圖資文件裡面 有沒有這兩家公司要給我們什麼裝備 如果有提供這資料的人 當然是涉犯刑法109條 洩漏我們國家重要機密 給外國所委託之人 這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去徒刑 好那現在我簡單講那怎麼證明有三個方法 他們起訴判決之後的韓國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一審一審都會公告 他們是要判決定員才公告 公告出來的文書資料會告訴你 因為所以蜜蜂蚂蚁根據什麼嘛 你就可以知道他到底根據 裡面有沒有寫到Senator Ma 這是一件事情 那如果等那個等很久啊 另外一個就是司法互助 我昨天看到好像證號說可以透過司法互助 韓國不會跟你互助這個啦 他在抓泄密的他還把這個互助可以 對第二條路就是韓國願意說 我當時我們的駐台代表處收到什麼資料 來給你們台灣政府看一下 除非他跟馬文軍有仇 否則韓國政府應該不會幹這個事情 還有第三條路 被詢問的人 人證物證都是證據 對 所以被詢問的人包含Mr.Park 如果在台灣的高檢署宣誓拒絕作證說 我被問的時候 他問了我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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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 然後裡面有提到什麼什麼什麼來源 這個證據就有效喔 對 再來 黃曙光如果如同媒體報導去處理那一個月 他也要出來作證 秘密作證也是作證 他跟柳廠長要不要說當時去處理什麼 涉及國家立當可以不講 但是有沒有處理 我現在假設一個狀況 人家偷偷 或者人家是同意 但是不要張揚的幫你 就你們家有一個不孝子 把資料丟出來 我要幫你 我們講好的不要揭露的 就是你們自己掌握權力揭露出來 揭露出來還不是只有一個 就韓國駐台代表處知道 還有其他人知道 那中國搞不好要經濟制裁我 那文在寅政府 我當然要趕快處理啊 我是根據風傳媒路透社報導 我來推領 那在處理當中 韓國清瓦台方面 或相關方面 要不要告訴黃上將說 我們當然要幫你 我現在為什麼召他 因為什麼什麼什麼 所以我才要儘管他們 我才要起訴他們 所以這時間序是對得起來的 也可以看得出一些台灣在國際上的辛苦 以及自由民主國家在艱困當中 還願意幫助台灣 而這裡面幫助台灣會停下來 或幫助台灣遇到困難的破口 就是來自於有人把資料往外丟 而且看起來丟出去 不是只有韓國駐台代表處 應該不止 應該不止 那還有哪些單位 這個我們還要核實 但是我坦白講 這個事情以政治倫理國家忠誠度來講 大家都問一個問題 你為什麼要丟給韓國代表處 第二個有沒有法律 有 只要證人拒絕作證之後 我想很快 相關的地檢署就應該要去辦 這樣的案件 好 那這個錄音檔裡面 到底提到了多少事情 韓國剛剛定位委員在問的一件事 就韓國的司法單位 是不是只憑藉這個錄音檔 就封了兩家公司 儘管了十個人 逮捕了十個人 這個錄音檔 就我們現在已經曝光的部分 大概只聽到SI的部分 那後面那兩家公司 其實應該以曝光的錄音檔 應該是沒有 所以我跟定位委員的懷疑 應該是一樣 就合理的懷疑 那三星的檔案 應該也是一起丟過去的 好 郭喜明天早上要開直播 十一點 標題叫戰鬥欄大翻船 那我們製作單位 今天有先去問一下郭喜 大概講什麼 是不是跟上禮拜六 這個秋名玉在我們這個節目中 講到說 是不是王小強有透過關係去跟他認錯 跟他道歉 說那個錄音檔是經過變造的 郭喜的助理是說 可能跟這個有關 但詳細內容 他也不清楚 但沒關係 所以也許明天我們就可以知道 到底錄音檔裡面可能有 有些什麼 你要不要這裡 我補充 王小強出來說那個錄音檔 是他偷錄的 是他變造的 這個只能去 比方說告 徐曉星毀謗 或者他妨礙秘密罪 跟這個洩密 還沒有那麼直接關係 王小強的重要性 不在那個偷錄音 我坦白講 我這樣講對郭喜 不好意思 郭喜被怎麼處理 我對那個一點訊息就沒有 王小強是陪的慈晨號 去找相關的人的翻譯 沒錯 他在場 他知道交了是不是三千個檔案 所以知道三千個檔案的 韓國不可能合作 馬文君自己不會自己招 黃針輝知道 他說他看過 王小強跟慈晨號知道 慈晨號現在已經在跑路了 他登記的 他登記的店 一個在西門町那裡 一個在中山 條通那附近 那這幾個 在當場翻 你講什麼翻譯 搞不好知道比他們兩個還全 所以王小強能夠說出 當時交付的是什麼資料 可能比證明 郭喜是被變造委屈 或者公然無路 我覺得那個是小事 後面這個才大事 《瘋傳媒》這篇報導裡面 還提到 你就知道 大概這一小段 你就知道 我們做潛艦有多辛苦 黃曙光說 造潛艦時候 在裝備選擇上 為了不被別人吃夠 他一項設備至少找三家 萬一一家有問題 永遠有另外一家 這樣聽起來很容易 對不對 剛剛定語講說 做魚雷發射管的 全世界大概沒有幾家 每一個都要找到 兩個備員以上 對 我們發生過 第一來源出問題 第二來源拒絕交貨 那時候你知道你心裡什麼 萬一第三來源沒有的話 沒有了 就停擺了 IDS就沒有了 所以這一群海發中心的軍人 加上台船造艦的這些工人 加上來幫助我們這些機械 全世界 包含Sutern都講 七年籌備 兩年造出來 這是大概全世界罕見的一件進步 這個值得肯定 那就現在為了這個洩密事件 竟然還回頭要告他們 要查他們 對 要有點良心 對 我覺得台灣真的要有是非 你黃曙光 不管是他個人使命感也好 或是說他基於對國家的 這種責任感 一個這麼辛苦的人 你竟然要讓他變成被告 然後那個可能洩密的馬文軍 搞不好明年在南投還連任 你覺得台灣這樣還有公理正義 還有是非嗎 好